日常生活中 有不少产品都是标榜香港制造 今年8月 美国海关宣布更改标签措施 日后香港生产的商品 出口去美国 虽表示为中国制造 传统制造业和初创企业都受影响 尽量这个厂房 督策着香港制造 做得多久 一些大时代的改变都避免不了 香港品牌这件事 其实都入了一个倒数阶段 到时有没有人肯再创业 去坚持这件事 其实真的很难说 在中美贸易的侠缝中 香港品牌又可以如何继续保持下去呢 这家传统醬园在香港有超过九十年历史 出产的醬油和醬料 全部都是香港制造 现在看到这些就是发酵黄豆 都发酵了几个月了 现在这种菜池 你看到是用这些透明的胶片 起码不用用以前类似和港草的方法 去盖住它 Daniel是将元的第四代接班人 他说将元生意一直都是外销为主 占整体生意额九成 我们一直以来都是以这个餐饮为主 而美国占了我们大概四至五成的生意 差不多一半 都真的挺烦的 要想想如何处理好这么多货 Daniel说上个月听到美国政府第一次宣布 由九月二十五号起 香港出口到美国的商品 不可以再贴出香港制造标签 觉得很恶然 唯有马上杀停一批出口到美国东岸的醬料 立刻改标签 现在又是开箱了 你看到我们的员工就将一些开了纸箱的东西 全部都把香港制造的字眼 全部是要贴上Made in China 然后要逐贯逐贯摆下 已经被人遮住了香港制造的纸箱 封上膠 粘回好它 Daniel要赶在一星期内 将大约九个货柜的杖料 逐一改贴中国制造标签 才寄去美国 即使很大压力 全部加加密码有100万个铁罐 100万个Made in China的标签 一直以来都是很厉害香港制造的东西 没有法 很无奈 现在每个人都要遮住它 控制不了它 这是法例 现在暂时有美国 真的不知道之后会怎样 真的好像被人蒙着面 Daniel说香港制造是生蕉牌 外国人会较有信心 现在要改动标签 可能部分客人会转用其他国家 或者美国本土产品 对未来销售的损失 都是难以估计 食品安全 在全世界各地 都是一个相当重要的环节 说回90年代 很多黑心食品 奶粉 自由 鸡蛋 那几十年 其实都是给外国人一个讯息 香港制造的食品是不同的 是有这个品质的保证的 国外的審判 来到我们厂厂 是满意的 除了香港制造的地区性分别之外 在我们的产品里面 也有这个优胜之处 因为我们研究了一段时间 其实就是第一只香港自家漏空的机身 80后的Queen 在美国读完机械工程 回到香港后 尝试创立本土品牌 由于特别钟情机械标 用了六年时间 逐步建立全球首个全个人化机械手标设计的平台 中高级 性价比非常好 有设计架头 工艺上是很值得尊重的一个品牌 打出来有一个位置站在这里的香港品牌 是绝对有能力做到的 这个就是我本来在计划的东西 但是现在就… 你做一个香港品牌 在2010个国家 而美国占一半以上的销售额 当美国一宣布 不可以再写香港制造 他和拍档也很头痛 电子产品或者苹果、MacBook 后面会写 在加利福尼的设计 然后在中国 它将设计和组装分开两边 但问题是手标有很多很便宜的标 你十几港元成本的标 都是MARK 在加利福尼的设计是製成的 手标上这件事是有点麻烦的 所以你前面就加了一个 在香港设计的设计 你对它来说的价值也不值钱 美国始终是一个大国 其他国家会跟着它的走势 这些也不是我们可以控制的 我们现在做了一个好的品牌之后 你就可以开始打尾电香港的品牌 现在整件事不能做 我们的计划是真的… 那个灵魂不见了 是拍照就会让客人知道 这座柜是无难的,是完整的 从生意角度 Daniel说客户最担心是 货柜如果到达美国港口时 没有改贴中国制造 货品会被扣关罚款 到时更麻烦 而在疫情之下 船期班次减少,情况混乱 Daniel唯有尽快出货 船公司的船费炒得很高 让我们的客人去选择的价钱 才能拿到货的运输费 就比平时差不多货了一倍 没办法,都要急着 客人要改货 没可能十多月才能交货 正当他们亡员一大轮 完成更换标签 这天又突然收到消息 说有关的标签措施 美国会延迟至11月9日才实施 这件事是非常政治化的 如果他当选会否继续生效 他下台也是不会生效 因为我们白做了 是被动的了 我们是一只棋子 是一张牌 一张牌的任务 我只不过是希望令到 这张牌的杀伤力没那么大 就是了 Daniel说 张猿曾经去信美国海关查询 如果改用中国、香港制造的标签 到底行不行 我们根据这个世贸的字眼 写made in Hong Kong, 和China 行不行 他们是不接受的 他们一定要写made in China 或product of China 都没有方法去投诉 没有方法去反映 他们都要默默地接受 根据政府统计处数据 去年标签香港制造 出口到美国的产品 约值37亿港元 占整体出口少于0.1% 政府官员强调 美国新措施 对本港整体经济影响不大 不过Queen很不幸 就是受影响的0.1% 他说生意大受打击 从头到尾做这个生意 我还是想国际市场 连接客户 只是供应给客户 所以如果想全球有更漂亮的品牌 你會先攻擊美國 尤其是手錶 那裡的寫廠寫好一個品牌後 全球的銷量都會上升 Queen本身設計了這套 銷時針的DIY套裝 現在要暫時各自批發計劃 因為出口到美國的貨品 金額超過800美金 就要標籤中國製造 不過他始終想用香港製造這個品牌 我正在燒一瓶鋼針 以錶針來說 以前傳統和很舊的錶 有時會看到藍色的針 為甚麼?因為以前的鋼很容易生鏽 所以燒一層藍色的保護層 如果認真做的話 現在就非常困難 你本身在香港製造 你故意留守在香港 因為其實要賺錢為錢做 就走了 政府是給你很多錢走的 他會叫你上去大灣區 他會叫你下去東盟發展一帶一路 他會給你很多錢走的 所以你能留在這裡 都是有情意結所以留在這裡 Queen說 在香港造品牌的路很艱難 初創時候 都是靠在美國眾籌 才成功集資開始 剛剛上軌道 又遇到疫情和錶籤問題 他擔心香港製造已經進入倒數階段 造標自己有研發的一個品牌 其實本身已經很困難 因為香港地也貴, 工資也貴 現在加上中美貿易戰 其實在香港變成一個沙包 被人這樣打發 其實就難上加難 為了配合美國入口方面新的標籤要求 要將香港製造, 改為中國製造 這天Daniel特意來到大埔工業村 和負責幫他們製造鐵罐的生產商回眠 談談如何改動原先的招紙和包裝 要取出香港製造 香港的標籤 有想過其他方法去解決 其中一個就是在地址 寄回香港 寄回中英文也是香港 用氣製造廠的老闆Ben說 現在很多廠家都很擔心 美國下一步會徵收香港製造產品的 入口關稅 如果一旦有關稅的話 我相信很多客人都會想 去其他國家開廠 現在也有些客人都去東南馬那邊看廠 因為太過…前景太不明朗 不知發生了甚麼事 可以了 這裡就…這個…這個就對了 Daniel也擔心 這個新標籤措施 只是中美貿易戰的序幕 但現在也只能見步行步 剛才看著同事按下券的按鈕 也很傷心 本來是很驚慌地寫著香港製造 你的出生紙 要遮蓋你的出生地 雖然在標籤上可能告訴人家製造 但我們的廠仍然堅持一天 有一天在香港製造 80年代開始 香港很多帳元把生產線搬回豬三角 但Daniel的爺爺當時選擇了留在香港 認為就算人手成本比較貴 也堅持用天然生曬 在香港製造,你也控制品質 剛才開廠六、七年的時候 從九龍城寨搬來元朗 剛才開幕 你會看到很多花牌 你會看到很多花牌 到了80年代的時候 就把這些牙縫淘汰了 就變成今時今日的曬池 今時今日,還剩下在香港的醬油廠 可以說所遇無幾 Daniel也希望守住香港製造這個品牌 這個桶是用來安裝老抽的 這裡寫著Made in Hong Kong 而這裡後面是寫著去紐約,New York 我們之前的廠紙是在九龍城寨旁邊 某種程度上其實是一個獅子山下的精神 在國際社會上,我覺得你能達到這種文化 你可以寫出來告訴別人 Made in Hong Kong 香港製造,這個巨子可以做出口的貿易 領放鬆的那麼多一格仔 就開始領了 記住,一定要和那個底蓋成九十度 Queen現在拍攝的 是一段有關雙嵌機械錶的教學短片 希望那些顧客可以買了自選的零件之後 在工作坊或者家裡自己跟著做 我自己覺得為何做品牌仍然是一個方向去走 因為你永遠做別人的廠 你就真的賺壓價 你永遠看性價比 在美國新的標籤措施之下 只有貨品單價低於800美金 才可以獲得豁免,保留到香港製造的標籤 Queen馬上要轉工網上個人消費市場 我覺得打斜了一點 斜了一點 但是因為要有些很不經意的感覺 我覺得要再推廣一點 這邊應該不見了 為了加強宣傳 負責市場推廣的Rebecca 也不斷在社交媒體上出相 每年10月底 已經開始 因為美國有黑曬星期 其實11月的模式 他們已經進入了一個購物模式 就是買東西 而且他們會覺得出現買東西是值得的 這個就是在歐美市場最重要 拍攝後 我通常都會放幾張照片 在Facebook、Instagram 看看客人好像喜歡這個款式多一點 我就知道11月的時候 我會多出這一類型 我跟很多地區的CraftVia聊過 其實他們最大的問題是 他們只能集中在香港市場 因為他一離開香港… 那天他們特地找了 另一個都是做初創企業的朋友 Matt 看看有沒有合作的機會 最近是我們在做水泥杯戰 這是一個香港製造的藝術師 其實很多人都希望支持香港製造 阿Matt經營網上平台 專門介紹香港製造的特色小店和產品 他說有很多出色的設計師 都堅持想做香港品牌 但經營就同樣困難 他們是會拿行市集這件事 他們又沒有做市場 其實很多人都已經叫不住 真的一單都沒有 然後工作店又沒有 所以就收拾了,很多都收拾了 然後開始做多方面的嘗試 好像剛剛在年初跟網站合作 在網上平台銷售 希望將產品由外銷 帶回香港這個發源地 這張單是送到公司的 好,那我待會送它 好… 這天他又親自走幾條街去送貨 因為剛剛有新開的飲品店 跟他們拿貨 做一些懷舊本土特色的飲品 早安,你好… 好,謝謝… 一個香港的價值 就是讓人覺得有信心一點 產品是有保證的 所以我們會選擇香港製造的東西 都很幸運 他們也試了一段時間 都是他們很支持香港製造的產品 這幾年,大家開始去珍惜了 覺得這個已經是快要沒有的東西 嘗試用一下 可能之前沒有接觸過的 都會踏出一隻腳來試用一下 由於帳元的銷售 始終以出口美國為主 Daniel說未來發展 很受中美關係影響 他也有想過 在美國設廠來分散風險 中美貿易戰爭只會越來越激烈 我不覺得未來一年 或者兩年或者三年 會有甚麼好轉的轉機 都要自己救自己 我們這間廠 如何在兩個巨輪之中生存 而香港也看不到 未來會有甚麼優勢 我們要挑出這個框架 才可以繼續生存 繼續將這些 這麼有香港本土特色的東西 供應給全世界 Queen不甘心自己設計的 是最新一款機械錶 不可以標示香港製造 他不斷參考各種舊的錶面設計 最後想到用疑恩技術 在錶面印出香港craft的字樣 至於錶底 他也嘗試用日本機芯去改裝 做出漏空的設計 希望可以保留香港的記憶 你看到它的模型中間 你會看到H和K字 做得比較淡 你看到是一隻很漂亮的Skeleton駝 但是你更多看見這個設計的歷史 和它的舊底從哪裡來 我們也想看看這種方法行不行 其實很多事情都要嘗試 不斷努力,終於做了一隻樣板出來 Queen希望大家看到 代表著香港製造 四個字背後的付出和堅持 這幾年我想香港的identity 你說被人洗掉也好 被人強制、剝奪也好 如果想保留香港的identity 我覺得現在在不同的方向 也要做不同的事 我在工藝上 我對Made in Hong Kong有這個熱誠 所以我盡量在這方面出力 其實每個人都有一個方法 可以把Made in Hong Kong的identity 做出來的 是時間要發點力 否則真的不知道能撐多久 我對Made in Hong Kong有一個人 今天要開始 你有一個人會 哪怕有時候 你去不斷 你去不斷